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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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安娜,歡迎來到我們的自由研究室,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喜歡我的生活,歡迎追蹤我的IG! 春季行方播出完畢,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最喜歡的作品就是《失憶頭部》! 《失憶頭部》我一直知道,但是沒有先看過漫畫,畢竟是棒球題材,又是青春男孩,又是竹馬設定,完完全全長在我這個棒球迷奸扶女的喜好上! 所以《失憶頭部》的時候,很用力的拜託大家一起投票了! 《失憶頭部》的原作漫畫作者是美昌惠子,更換由漫畫進行製作,從2024年4月9日起播出共12集,在各大傳流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到! 要說明《失憶頭部》是什麼樣的故事的話,簡單來說就是, 蔡拉斐然的怪物頭部搭檔,清風夜流火,耀龜,碾壓國中放球界,摧毀一票國中少年的幼小心靈之後, 補手耀龜車禍失憶,變成一個整天只會含著BIG的智障,讓往日敗在怪物頭部之下的少年們無言以對! 欸?欸欸?怎麼聽起來好像有點怪怪的? 不是聽說這部超青春超感人嗎? 好了抱歉,請讓我再好好重新介紹一次! 清風夜流火是身體素質及天分都頂尖的國中生投手,能夠在全國比賽寄精全座, 同時也是因為他有一個童年夥伴耀龜作為智障部手,兩個人作為讓各校選手聞風喪膽的怪物頭部, 約好要一起搭檔,贏下所有比賽,沒想到一場收穫讓耀龜失去記憶, 從智障變成完全不知道棒球為何物的智障,因此夜流火跟隨時宜的龜, 婉拒了眾多名校的邀請,來到了棒球完全不行的獨立高中, 在那裡遇到了許多曾為兩人手下敗將的選手, 他們一邊對這部頭部出現在這所高中驚訝不已,同時也察覺到龜的不對勁, 看著時宜的龜伴不情願重新學習起棒球,那些因為各種原因放棄棒球的選手, 阿山山田太郎,藤唐葵,千早順平, 內心熱愛棒球的霍苗又被重新燃燒忘烈, 亦從演藝出歡笑及淚水並存的青春高中榜球故事, 這樣可以了吧,聽起來非常感動了吧, 但真的要說啊, 詩域桃補之所以好看,絕對新聞幽默的部分協力的太好了, 我呢只先挑幾個比較前面的笑點跟大家分享, 後面還有很多有趣的部分就先不破梗, 第一個,奶毛搞笑, 首先一定要提的是遠近馳名的壞家, 沒有人知道龜這麼做的意義是什麼, 但就是越看越中毒,變成魔性的搞笑, 本來梅超惠澤老師沒有打算讓這個哏一直持續下去, 沒想到讀者反應太好了,都在問奶毛什麼時候出現, 於是奶毛就變成了失意頭補的靈魂。 第二個,竹馬無情吐槽, 葉劉火身為從小一起長大的竹馬, 雖然和龜感情非常深厚, 但吐起曹來是在毫不留情刀刀見血, 例如和阿山出見面的時候, 直接肯定龜確實是白痴無物。 3.龜的反抗起義, 變回智障的龜啊,對棒球的態度很曖昧, 但是捕手這件事情也讓他抱怨連連, 因為很累,所以一秒秒的生物可憐, 因為不想穿護具,大聲抗議自己的優點是粉紅色乳頭, 因為街球手痛痛,直接爆淚奔走。 4.葉劉火的神秘哥哥與謎片 葉劉火從未露面的哥哥似乎很恐怖, 同時是謎片收藏大戶, 借著哥哥的謎片,拐騙了失憶的龜好幾次, 還借著去拐騙新的社員, 有時候被無情粉碎,有時候也會發揮動效, 甚至連畫風清新的片頭曲也要納入謎片。 5.幹話連篇 面對本片最後冷靜吐槽的敘事擔當阿山, 龜會不斷放鬆近視騷擾的阿瓜言論, 讓人難以跟上他的思考速度, 畢竟他自己的內心也已經到達異次元了。 看了失憶陶羅之後, 除了嘗到青春的酸甜苦辣之外, 是不是也被各隊CP挑出的撫慰弄得心癢癢呢? 如果你正在尋找撫慰天堂的話, 歡迎光臨第2賽ガルマニ! 第2賽ガルマニ中有專屬的BL區域, 其中又分成同仁、漫畫、廣播劇、動畫遊戲等等類別。 最大的特色不滿大家說就是大尺度, 所以第一次進到第2賽的朋友可能會是… 作為日本唯一沒有任何取渡限制的平台, 任何提好在這裡都獲得了包容與自由。 相信大家都可以找到符合自己興趣的鄉鄉作品, 我絕對不會說我在上面看了兩廣監督的公塊調教。 特別要推薦社員們的是同仁區塊以及廣播劇區塊, 上面有很多其他平台找不到的獨佔作品, 我說再多都比不過大家親自去挖寶, 連結已經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進入連結領取500元優惠券之後盡情逛起來。 像Pikey在漫畫連載的時候就已經廣受好評了, 但在耀龜的動畫生由工業徵手的加持下, 更加的把Pikey發揚光大。 畢學說有了工業徵手切換自主的神調, 真的為動畫增色了不少, 畢竟他真的太適合演出各種類型的角色, 像是這種帥的時候很帥,白癡的時候很白癡的角色。 早在他配英藍高少男公關部的虛王環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來了。 認真的時候我就是迷倒所有少女的王子。 白癡的時候我就是連狗都嫌棄的呆瓜。 好,我只是生氣, 但我只是想要的心想是真正的。 而且,我都很像我一樣。 可惡。 誒?是不是讓你覺得非常熟悉呢? 認真的時候無法阻擋賀爾蒙向外發散? 我只是想要去愛和平衡。 我只是想要去愛和平衡。 我只是想要這個情況, 我只是想要不要亂摸。 白癡的時候只有我真愛看得起我。 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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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伊斯! 謝謝! 真的感謝共有正手演出這個角色, 帶給我每週一次的無比歡笑。 我覺得失憶頭部的節奏非常分明。 運動場面、搞笑橋段、內心戲等等。 不但快速切換可以讓觀眾一直保持著興趣。 尤其是幽默感真的非常到位。 我自己覺得,喜歡銀魂搞笑風格的人也會喜歡。 像我跟安娜蒂呢,同時都是銀魂的忠實粉絲。 平常機會完全不跟我一起追運動發展的安娜蒂啊, 這次居然追的比我還認真。 我自己比較期待的地方是啊, 可以快點有完整的比賽出現。 因為透過比賽呢, 最能熱血的看到角色們的心境變化。 看他們技術和心靈都一起成長。 沒有這個部分,熱血路終究還是無法衝到最高。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夥伴互相扶持的棒球故事啊, 推薦大家我最喜歡的王牌投手正壁高回。 一樣呢,是頭補搭檔為主的高中棒球故事。 心靈部分的描寫真的細膩到一個不行, 比賽的部分描寫也非常專業。 就算不懂棒球的觀眾也可以投入其中, 一起享受比賽緊張刺激的氛圍。 如果想看更多王牌投手的介紹, 大家是可以去看我很久很久以前做過的影片, 但那時候的我非常讓人不好意思。 那麼以上就是春季動畫師一投過我個人的心得推薦。 已經看過的社員走過路過,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你們的心得。 沒看過的社員, 歡迎看完之後再回來加入熱聊。 那麼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生活,歡迎收看我的IG經典, 這就到此結束,我們下次見,掰掰!